我們看到今天就是開學日了 很多家長非常期待把小朋友送回學校 那蔣灣市長也特地到國小去發禮物 那麼大家非常關注的當然就是金華晨案 因為今天一早柯文哲的住家 辦公室都遭到搜索 傳出說市議員應小偉也曾經入罵都委會的公務員 事後還去找柯文哲 那麼一起來罵這個委員 那結果呢現在被問到了金華晨案是否涉及部法 會不會勒令他們興建當中的商辦停工呢 蔣灣說一切會依法從嚴處理 近代司法調查結果 這個案子我都一再強調進入司法調查階段 我們全力配合檢方的偵辦 那也希望儘速的離清事實 還原真相不亡無縱 那蔣灣現在兩位市長 我們看到今天一早柯文哲住家被審 同樣的 因為司法已經進入調查 也進行搜索 我們就是近代司法的調查 希望能夠釐清事實 歡迎再講 那怎麼看就是柯文哲 昨天有自己承認說 曾經到討助委員跟審訊進行上播 會不會認為這樣外界觀感會不會太好 因為案件進入司法階段 而且相關的關係人也都有受到檢方的相關強制處分 還搜索在內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就是近代司法調查的結果 我們一定會依法從嚴處理 我昨天也說過 我們會密切地關注案情的發展 事實到哪兒就處理到哪兒 一定是依法從嚴處理 那市長想要再問 因為目前已經有兩個國民黨議員被羈押 然後一個五黨議員結局 那下一個會期會不會在這個互動 議會互動上會做一些調整 我們會持續跟議會保持暢通的聯繫 而且一起合作 共同努力來推動市政的發展 讓台北市持續進步 好 我們來關注到的是昨天下午 柯文哲跟民眾黨才大動作開了記者會 那麼今天一早簡聯就出動 搜索了柯文哲的住家 還有位在台坡大樓的辦公室 而且有可能會在今天就約談他 還有等等這四個人 好 我們看到昨天記者會上柯文哲 現在也認了 的確有去桃豬影員的豪宅招待所 那我們看到金華城岸現在是不斷的延燒 這個雪球越滾越大 好 柯文哲就說 從來不否認有認識沈慶晶 他說財團老闆也是市民 也是會遇到的 選後的確有去唱過一次歌 因為是因為沒選上 所以慰勞大家 不過只有一次喔 時間是在選後 那麼對於金華城岸 他說他的態度就是議員來參加便當會 有什麼需求陳情的案件公開透明 而且都有會議記錄的 對我來講是坦蕩蕩一切依法行政 好 我們要看到其實簡聯曾經有去調閱過桃豬影員 這個密集的訪客名單 因為大家也知道會出入桃豬影員 就是要嘛就是富商啊 達官險要 他們的保全是非常的森嚴 所有的進出都需要登記要實名制的 那麼所以有這一份訪客名單 好 簡聯現在已經有掌握到就是 柯文哲跟沈慶晶兩個人這一次的密會 同時也收到了跟高嘉宇 以及郵書會雷同的檢舉資料 好 所以因為跟這個金華城容積率案 弊案有一定的關聯性 因此列為了調查的項目 我們看到政治工作者周宣他說 柯文哲在記者會上承認 選後的確有跟沈慶晶一起唱過歌 那說財團老闆也是市民 其實那時候柯文哲早就不是台北市長了嘛 所以你講這句話 其實別人覺得就是又在唬爛了 好 我們繼續再往下看 這個台北市議員郵書會他有講多 講到了 因為沈慶晶指控說 好科是否有官員來鎖惠 那郵書會就說了 這麼多年來為什麼都不檢舉呢 而沈慶晶從頭到尾都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 但是你看到他容積率是越拿越多 一下要升到840% 那我們繼續要看到這個桃珠影員其實應該是 無人不知 因為算是最貴的豪宅了 尤其你從晚上看的時候 這個燈光打上去就有點像是哥吉拉 造型非常的特殊 那這個最貴的豪宅卻是乏人問津 一戶300坪的話是要價18億 一個月的管理費就要15.8萬 傳出說一戶都沒有賣出去嗎 那是不是有些人是在這裡 比如說豪宅的招待所租下來等等 好 我們要看到現在這個金華城案 目前是有三個人遭到羈押禁見的 包括衛京集團的主席沈慶晶 還有台北市議員應小威 以及應小威的其中一位助理 那麼檢警去搜索的時候 發現沈慶晶是躲在密室 那之所以會被羈押 主要是因為廉政官在搜索的住處的時候 就直擊他現身逃生批 所以他是不是有逃亡之餘呢 因此就將他羈押禁見 那我們來看到應小威的部分呢 好 她的 大家知道她以前是這個藝人 是花系列的 演活了那個小三 那看到她這個稅 應該說她的資產的部分 台北市有三間的房產 兩個女兒還出國念書 而且曾經養了五百萬的明星嘛 那之所以這一次在 金華城案當中會被羈押禁見 主要是因為她當時是拿著台胞證 要到香港去 所以大家檢調認為說她是不是有逃亡之餘 那不過她解釋說是因為97歲的母親病情的需求 所以要去香港買 只有那裡才買得到的藥 所以如果沒有香港簽證就要用到台胞證 那她解釋說絕非有意逃亡 好 大家就看得出來就是呢 這一次檢調的調查 因為印小薇被指出有收受了 好 沈慶金千萬的公關費 不斷呢在幫忙 在關說 好 那我看到了這個 根據檢聯調查 印小薇曾經有帶著沈慶金 參與都委會的會議 那沈慶金呢 也仗著議員的詮釋 有這個印小薇讓她靠的感覺 當場入罵公務員 甚至印小薇得知專案小組會議當中 都委會的人員 還是對於這個金華城容積率案 有不同的意見 事後呢 還去找了柯文哲 那柯文哲在透過密書傳LINE 傳訊息給那個官員 要求他 要求都委會的人 來說明反對的理由 問他說 你為什麼反對啊 結果被人家覺得 你居然不是挺自己人 那我們看到台北市議員 這個趙逸祥 他說 印小薇在六年時間裡 召開了多達三十場的 金華城案協調會 幾乎呢 可以說是金華城案的全職議員 好 現在呢 很多的內幕一一的被爆出來 那麼過去呢 柯文哲一直這個 跟財團這個切割啊 分得很乾淨 可是呢 現在被爆出說 曾經跟沈慶金一起唱歌 在桃中影員的豪宅招待所 那他解釋說 欸 財團老闆也是市民 是因為沒有選上 對方想要慰勞 所以才會去應約 才會去唱這麼一次歌 其實評論謝寒冰就非常驚訝 他說當時已經鬧得沸沸揚揚了 柯文哲還敢去桃中影員 跟沈慶金唱歌 這合情合理嗎 他說是選完之後 為了慰勞他去的 選完那個時候 大家已經在查金華城案 當時已經鬧得沸沸揚揚 說他是不是收了沈慶金什麼好處 這個時候柯P居然還敢去桃中影員 接收他的招待 那不得了 說是去對口供應的嗎 所以這個符合常情嗎 其實應曉威跟沈慶金 都已經知道他們已經快要被 快要被預約談 快要被查 所以應曉威才會想跑 那沈慶金你看 他一瞬間就可以拿出露露 等那麼的一個聲明稿 早就寫好了 他知道這幾天要出事 只是他們的內線沒有告訴他 這會這麼快 你知道這是怎麼觸動 警方沒有 警方正在收網的時候 那應曉威可能得到訊息 應曉威想說 我先跑掉再說 那結果呢 警方沒有想到 你現在就先給我跑 還好警方之前已經先進館 所以在機場 把應曉威滴溜回來的時候 就想說我不要再等 我就去抓沈慶金 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 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曬凝露